台湾因少子化、都市化与高房价等问题 导致都市郊区有许多空间资源缺乏利用 而近年从非盈利组织、企业团体 到社区工作者与专畅业者 为解决都市空间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将国外社群空间经验导入 发起活化空间的共享概念 以为在光华资讯商圈的摩兹工僚为例 空间由Firefox开发商 Mozilla分公司的志工社群维护 主要推广网络开放与创新的理念 并且提供临时政府、维基百科与开放截图等资讯社群免费租用 近期也筹办许多讨论区块链、人工智慧的活动 更开放给公督盟、陆沙社、绿党等其他领域社群租用 那我们这边是摩兹工联 Mozilla的社群空间 这个社群空间的目的是为了进行一个实验 就是如果Mozilla提供世界各地的社群 一个可以自己使用的空间 对各地的社群会不会有帮助 那另外一个实验是 这样子的空间我们能不能让台湾的开源文化更为蓬勃发展 那这个场地除了Mozilla的志工在使用以外 也提供给所有其他跟开放文化相关的志工一起使用 那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也有个几百个社群了 而为在捷运六张黎附近的来自会共享空间 四年前的创办起源是因为创办人吴东轩得知自己罹患罕见疾病 多发性神经纤维流第二行 决定善加利用时间推动共享活动 也与妹妹创办的实境游戏公司共同运用空间 去年起更与信义驱公所合作 提供都更咨询站的服务 我觉得台湾的整个社会文化相对有一点点牙异 尤其对年轻人来讲有点没有那么友善 如果想到我自己可以做到一个很简单的策略 就是说我认为知识跟资源连结可以带给一个人力量 试着去创造一些知识的传递 还有这些资源连结的建立的过程 现在才知道这个名字叫做社群 我那时候会想说那就是一种所谓的共享 但其实这个还是会跟当时的共享空间有点不太一样 当时的共享空间比较偏向于空间共享 共享限制资源 而那资源是具体可见的东西 而我想要做的共享其实是不可见的东西 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一些实体的活动 来让这些事情发生 如果空间本身可以提供这样子的氛围 那它就可以让这件事情更简单 还有一个点数 有一个具体的固定空间 人就可以一直来到这个地方 那像一个基地 那那个关系才会更容易成型 经营共享空间 也在给他们另类的体验与收获 这么多年来有好几次都在讨论说 为什么你要在开源社群做自贡 第一个是认识朋友 那开源社群提供了一个空间 让你可以认识其他在台湾 然后跟你类似的人 然后对通常东西有兴趣的人 一个定期定点的一个聚会 对于社群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有些人参加开源社群 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来参加的 就像是我们之间的志工 有些人是想要为了维护网路的创新 让我们继续发展来参加的 就是当你身为一个创业者 或是开店的人 你会认识的人 会比起一般的上班族多 非常多 那认识的人多很多 会带来什么特殊的体验 就会发现世界很大 你会知道原来生命者 有很多可能的 很多事可以做的 原来其实人与人之间 要产生交流跟连结是很简单的 而那个感动可以很深 一旦这种事情发生 他们就会很认同这个社群 而近了他们也会很认同这个空间 他们就愿意在这个空间里面做 很重要的事情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 在去年还是前年 旧同志在我们这里求婚啊 当然还没有法律认证 但为什么他们愿意在这里求婚 因为他们很认同这个空间 他们就愿意在这里做 对他们也很重要的事情 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建立了这个空间 因为我去经营了这个社群 于是发生了这些感动 那你自己一定是最感动的那个人 对于空间承租者 与提供者双方 除了提升闲置资源价值 随之而来的社群凝聚效益 或许才是空间共享的实质意义